根據中共官方通報的數據 1月23日 新疆、陝西、吉林 首次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確診病例 內蒙古及甘肅也出現疑似病例 這使得中國大陸尚未傳出疫情的省份 僅剩青海和西藏 而全國確診的病例也快速攀升至636例 同一天 河北省通報了一起 因感染武漢肺炎致死的病例 死者為蒼州市的陳某 80歲 曾在武漢探親居住兩個多月 這是首例湖北省以外的確診死亡病例 繼1月23日上午 湖北武漢被全面封城之後 當天晚些時候 湖北省又有6座城市被當局封城處理 分別是鄂州、黃岡、赤壁、枝江、仙桃、伊錢江 與此同時 國際上又有更多國家和地區 出現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 其中 新加坡確診的首宗病例 是一名來自武漢的中國籍男性旅客 越南確診的首宗病例是一對中國籍父子 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公煥表示 新型冠狀病毒已出現第二代病例 且數量仍在增加 預計2月份將是疫情爆發的高峰期 不過 世界衛生組織週四表示 武漢肺炎的疫情尚未達到 國際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程度 世衛緊急事件委員會成員認為 中共提供的數據有限 而且不準確 造成世衛仍然無法做出及時判斷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